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后 外界产生了诸多的揣测 习近平能否永久执政 全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在党争中获胜 综合报道 当前传出习近平与北戴河会议中战败 汪洋可能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成为下一位中共总书记 不过这项消息的解读却在外界非常的混乱 甚至有人怀疑这或许根本就是习近平派系 释放出来混淆美国视听之用 汪洋可能取代习近平成为总书记的传言 是在北戴河会后传开的 自不具名的中共高层对外释放 对此政治评论员陈破空认为 这是习近平在北戴河战败后不得不做的让步 让出总书记 而汪洋相对于国务院总理李克藏 是习近平比较可以接受的人选 而观察指出 包括在北戴河会后 8月17号 中共中央财经会议上 汪洋排名大幅度上升 另外他还在8月19号 在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解放70年典礼 强烈了暗示汪洋的接班人地位 之前西藏60年典礼出席人是习近平 50年典礼是胡锦涛 当时他们的身份都是接班人 这两个人隔年也都接任中共领导人 不过汪洋能否接班 存在太多的变数 主要是距离阶位时间太长 一直到明年二十大才有机会成为事实 而这一年之中 还有中共六中全会 二十大前北戴河会议 这都是主宰中共权力结构变换的关键会议 其中的权斗激烈是可以预想的 而且就在北戴河会后 李克强直奔河南郑州看灾 接着国务院调查组进驻 全面调查灾情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知道习近平嫡系人马老巢 双方磨刀祸祸态势鲜明 看中国分析 汪洋接班的讯息 甚至可能只是一个信号弹 意在于要安抚或者模糊美国的视听 习近平在中美博弈中 文攻武嚇牌已经出境了 又不能够退缩示弱 尤其美国对习近平 具厌恶感的表态已经非常鲜明 又调查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大限疆界 习近平在陷入两难之下 放出接班人的模糊信号 以混淆外界的观察 经过一个多月的高度戒备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终于在近日烧件趋缓 中国卫健委今天公告 22号中国31个省份 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报 新增21例确诊 全数为境外移入个案 截至22号24时 中国全境现在有1695人染疫 包括了23名重症患者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94,652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 综合媒体报道 江苏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这代表着本轮疫情最为严重的杨州市 在经历近一月的防控之后 首次出现单日确诊病例清零的现象 另外南京市已经连续10天实现了零星增 离开南京的人员不再查阅核酸检测证明 可以自由流动 清零的消息传出之后 让大批的中国网友大为振奋 直呼这是40多天以来 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早上 不过也有人表达不满 表示自己在郑州已经被居家隔离20天了 为什么不接封条 非得要给人饿死才给封条接了吗 曾任中国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反堵处长 乌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毛国欽 去年因为贪毒受贿被捕 北京当局公开起忏悔影片 内容让外界是哭笑不得 总和报道 2020年7月份 毛国欽被查 今年1月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他的忏悔启示录 近日被重庆市纪委监委公开 毛国欽将自己的错误 归罪于家庭教育 以及交友不慎 2015年以来 毛国欽先后利用市监察院 第二分院职 征集副局长 乌山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的职务影响 向多名管理和服务物件借款 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支付利息 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老板式的生活 毛国欽向市检察院第二院辖区的 有关负责人打招呼 劳助老板承揽房地产专案 绿化工程等等 依次来收受大了财务 他表示 自己结交了一些灰金如土 纸最精明的老板 非常的称陷 只好利用职权换取金钱 维持老板式的生活 另外他还将自己相关扭曲 归咎于最小 家风不正的影响 历令致婚 从事职务份罪侦查工作多年 却成为了典型的灯下黑 他说 走上贪腐毁灭之路 是因为误认为 那些落网的官员 智商都不高 手段原事 一帮朋友 同学 为了利益 都与他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开始了温水煮青蛙的围猎 自己非但没有警觉 还自以为凭这丰富的反侦查经验 一定可以隐藏犯罪行为 平安武士 安全下装 最后 打乱市场 使得相关股市剧烈动荡 而现在北京当局似乎已经表明 他们将撼动的 不只有龙头企业的地位 还有整个富裕阶级 既有财经综合彭博报道 学者发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到了共同富裕一词的次数 在今年之内是倍增 可见中国共产党 势力于打击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这一词 在习近平执政的前八年 是偶尔会出现的 自去年起 习近平开始频繁地提及共同富裕 今年截至目前 这个词在习近平的各大演说和会议中 一共出现65次 而去年只出现34 乔治亚州立大学研究 中国政治传播的雷普尼科瓦表示 口号显示出习近平的决心 雷普尼科瓦指出 口号通常能够反映 新的政策方向或者转变 同时也能表明政策将如何的变化 根据彭博分析 过去习近平专注于针对过高的收入 而推动共荣这一项行动 目标料将指向更广泛的高收入族群 根据统计 中国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 是最贫穷的20%人口收入的10倍以上 这一个差距自2015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缩小 40多年前 中国领导人戴小平一句 让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的号召 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 但是也造就了当今严重的贫富悬殊 习近平现在正想努力改变这一问题 但是财富再分配 可能是朝险期 带国之声综合德国商报报道 有关限制过高收入的倡议 在政治层面上很受欢迎 但是在一个缺乏法治监督的社会 财富再分配 很容易就会演变成强取豪夺的场面 那些收入过高 政治上又不听话的人 很有可能会率先的受到惩治 商报评论认为 这场整改浪潮 对于中国繁荣的私营经济来说 充满了危险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 与日俱增 企业的盈利不断缩水 目前的核心问题是 习近平开启的新路线 是要整治私营经济中的乱象呢 还是会将私营经济斩尽杀绝 从而为中国迄今为止的发展模式 画上句号 北京当局近来收紧 对科技企业监管力道 预付美上市的企业 更成为了重点打压对象 因为中国方面担心 相关公司掌握的庞大数据 会落入美国的手中 路透早前报道指出 中国监管部门 或将要求掌握大量个人数据的公司 如果要到美国上市 就需要把有关数据 交给由国家支持的 第三方数据保安公司管理和监督 避免将过多的数据转移到海外 此外当局还考虑 要加强海外上市的审查等等 而中央社引述金融时报报道 6月份赴美上市 遭到中国当局监管调查的滴滴 现在仍在配合当局整顿 未来滴滴可能要给予政府 既有特殊权利的黄金股 以方便并加强当局的控制 消息人士表示 4月时就有政府智库建议 对于公众非常重要的公司 应该要给政府有特殊权利的股份 目前当局似乎就是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虽然相关措施人为定案 但是滴滴已经在本次监管烽火中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虽然滴滴高度配合当局监管政策 7月中旬就传出 滴滴已经在核银行 监管部门主要投资者讨论 如何地解决相关问题 并且补偿投资者 自滴滴上市来蒙受的损失 解决方案之一是自美股私有化下市 另外8月份传出 滴滴有一项民营第三方机构让读数据安抚当局 但是滴滴否认了相关传闻 而现在中国仍持续打压力低 本月18号 北京当局宣布将针对个别轿车平台 抽成钩等等问题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规定 过去一个月 滴滴市值已经蒸发五分之一 而且面临着遭到美国证交所 强制下市的风险 已经有代表滴滴投资者的律师 提起集体诉讼 控诉滴滴没有告诉投资人 公司可能被监管的风险 无论未来滴滴是否会同意 将数据交由第三方公司 或者提供政府黄金股 似乎都已经无法改变 短期之内的经营困境 捷克斯洛法克以及立陶宛 都在前几个月 监赠台湾疫苗 对台湾释出善意的同时 也显示出中东欧多国 对于台湾与中国问题的表态 中央社引述意大利 孙岩报指出 中国原本是想把中东欧国家 当成是进军欧洲大陆的门故 但是现在看来 中东欧反而变成了防堵中国 设立的第一道围墙 报道指出 中国在中东欧的外交政策 正在处处碰壁 去年三月份 立陶宛宣布在台湾 设立商业代表处 今年七月份 台湾宣布在立陶宛 设立名为台湾的住处 正不像在其他国家 使用台北代表处之名 显示出该住地将会是台湾 在立陶宛的十只大使馆 这一个决定受到美国支持 却惹毛了坚持一中原则的北京 报道认为 北京对立陶宛采取 强烈的外交抗议手段 另外一个用意 是想要嚇阻 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 发生模仿效应 立陶宛被中国视作是反动分子 立陶宛最近才带头的 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17加1合作机制 并且表示到 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得不偿失 其实包括立陶宛在内的 中东欧国家 对于中国 升起戒心 从去年就可以看出端倪 去年10月份 中东欧11个国家 向联合国要求 谴责中国镇压香港 许多中东欧国家 加入了美国政府 所发动的干净网络倡议 拒绝使用中国企业的 5G网络基础设施 捷克 斯洛伐克 都向台湾捐赠疫苗 种种绩效显示 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 疫苗外交 大致是失败了 只有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发挥了部分作用 另外 许多东欧国家人士 也开始认清 中国的投资代价 德国之神报道 鹰派观察人士认为 来自中国的投资 公民思议就是腐败的 对包括欧盟东部 国家在内的较小的 往往只是名义上的 民主和市场化的国家 具有腐蚀性的影响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 国际私营企业中心 负责领导 研究腐蚀性资本的 获辞指出 这些中国投资将会对 整个欧盟产生影响 腐蚀性资本是国际私营 企业中心首创的概念 指的是那些缺乏透明度 问责制和市场导向的 外部资金来源 这种资本通常来自于 中国和俄罗斯等等 独裁政权 这些政权利用资本 接受国的治理漏洞 影响着后者的决策制定 现在能够看到 立陶宛对中国立场非常强硬 是东欧国家 看清了中国投资的最好例子 波兰则是仍然在 美中关系之间犹豫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则是明确地将欧盟与北约 放在优先位置 目前在东欧 只有匈牙利是最显著亲中的 匈牙利是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最大投资目的国 占比超过50% 不过总体来说 欧洲国家已经对中国资金燃起戒心 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 全球安全研究专案 主任维格认为 欧洲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利用其投资来获得影响力 并且试图分裂欧盟 华为就是一个警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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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 建议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头記护